王智英 老师 您好 每次看到您我就很高兴 但是我又很激动 我一个可能比较庸俗的问题 跟刚刚那位师兄可能比较相似 就是我们家庭自身 就是可能跟朋友有一些 就是我们欠的朋友一些债务 但是我们自身的家庭 像我们欠的很多钱 现在就搞得我们 我们也知道别人还不了我们钱 有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困惑 和他们也遇到了一些 不能解决的一些方法 我们也没有想过 要把他们逼到绝境 但是现在我们欠朋友的钱的时候 朋友现在也在逼到我们 在家里有一家人老小 还有孩子要养 就是现在这种纠结和这种困惑 因为我也想 就是原来老师也跟我们讲过 要慈悲心 可能别人没有还到我们钱 他们有些问题或者是困难 没有去步步地去逼迫 到现在就是可能人也找不到了 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就是很困惑 我们自己家庭也需要生活 然后也还有员工要去 很多员工也要生活 就是这种困惑 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开示 谢谢 是的 你说得非常好 我想很多人也有 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旁边的一个楼盘 他的老板也抛掉了 下面的很多很多人 也找不到人了 很多人都已经付了钱了 等等 很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对佛教 有一个误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多包括佛教徒 没有太多的学习 没有智慧的佛教徒 他就是通过佛教的 有一种方法来让这个人回来 把我的钱拿回来等等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佛教他的不是这个 佛教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故事跌了 或者是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 这些各种各样的变化 那么平时我们没有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跟外面的这些变化 它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比如说故事有变 我们的心就变 变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一会儿又特别特别的不开心 或者是去跳楼等等 有这样子 那么佛教的 他的最种的 他把我们的情绪过滤 过滤 负面的情绪 他佛教里面讲 负面情绪 负面性的情绪 还有垃圾情绪 那这些都是没有价值的情绪 毁灭的情绪呢 比如说 保怨 仇恨这类的情绪叫做 毁灭性的情绪 这个要过滤 然后负面的情绪呢 虽然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呢 让我特别不舒服的 比如说焦虑啊 担忧啊 这些 这个不会去毁灭别人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垃圾情绪 垃圾情绪呢 对我也没有什么 无理无害 对别人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 就是自己的这些忽视乱想 那他把这些东西过滤了 过滤了以后 这些过滤了以后 剩下来的 比如说 知灰和慈悲 这个就保留了 其他东西就过滤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作用 比如说 如果你修得比较好的话 比如说 有人 欠了你的钱 比如说你去投资了 然后人跑了 找不到了 或者他确实是没有钱 给你还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的话 那当然你 肯定是很 很不愉快啊 有些时候很难过啊 难受啊 或者是保缘啊 仇恨啊 什么都会有的 那这些东西呢 佛教是 确实是有办法的 他会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过滤了 全部 你可以顺利的时候 不顺利的时候 就可以保持一个 比较单定 比较温定的心态 你心态一直都很好的 但是你事情呢 该做的还是要去做 这个这些方法呢 我们还是用世俗的 世俗的方法 去处理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不是用佛法来处理 但是佛法 就处理我自己的 内心的很多东西 可以处理掉 然后我们有现代的知识 和现代的这个技术 然后也有一个佛教的 智慧和佛教的思想 这两个结合的话 那你完全可以过一个 非常完美的生活 完美的人生 所以你这个 比如说也需要 就是跟他的一样 也需要一个比较 比如说 至少也要就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半年的试炼当中去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你就 因为这个问题 你不会太多太多的 不会让你太难受 太担忧 有这个方法 对 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地介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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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